大家好 养龟背竹的花油呢 确实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 能够把龟背竹的叶片养成这么大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确实很多花油很难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把它的根系养状了 那么叶片自然就会大 但是如何养状它的根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着手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浇水 龟背竹它是比较喜欢这种天湿润的生长环境 那么我们养护的过程中呢 大家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频繁浇水 但是呢 盆土也不能够长期干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浇呢 我们可以把手伸进你的这个盆土里面 然后大概两根手指的一个距离大概这么深 然后呢 看一下它有没有潮气干没干 如果已经干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给它浇水了 那么如果摸着还是非常有潮气 非常湿润的状态 这个手就不能够浇水 第二个呢 就是光照的问题了 龟背竹呢 它虽然比较耐阴 但是呢 我们很多话也都是把它放在室内养殖 没有什么光照 那么就会影响它进行光合中用来积蓄养分 因为呢 它进行光合中用积蓄的养分会回流到你的这个龟背竹的这个静杆 还有这个根系上面 那么如果你积蓄的养分少了 那么它根系吸收的养分也少了 长得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见足够的光照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既强光暴晒 强光暴晒的叶片会被晒伤 那么第三个就是施肥了 龟背竹它适合生长的温度呢 是在大概20度到30度之间 但是呢 我们一般放在室内的话 温度其实没有那么高的 我们在夏季这个时候呢 也要尽量的给它施肥 施肥的话可以用这个复合肥 复合肥的使用方法特别简单 直接撒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半年甲元素都特别的丰富 可以有效的促进你的龟背竹的根系生长 还有叶片的生长 那么叶片自然会长得大 但是如果温度真的是特别的高 高于30度以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适量的用一点 这种有些营养液的话呢 它的营养是特别的丰富 而且还可以为你的盆土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使用起来的也是非常简单 把它直接按清水稀释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这样子把你的龟背竹的根养状的叶片 自然就会这么大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